头条我们要看的是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 其中参选人之一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目前备受关注的司法案件封口废案 刑事审判在第16天 这次的证人叫做明星证人 他是川普的前律师柯恩 出庭作证详述他怎么样替川普他的前老板乔氏 他是检方非常有力的证人 这个乔氏封口的经过 经由这位前律师的庭上坐证一清二楚 他表明川普只是他这么做 在2016年选前由他支付封口费 另外两度致电川普确认取得批准 而柯恩也直接说 封口完全是为了川普当年要选总统的考量 而不是川普对外宣称的是为了身边的妻子梅兰尼亚 川普的律师团在星期二会对柯恩进行交叉讯问 预料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停上攻防站 柯恩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前律师 现在摇身成为川普封口废案检方的关键证人 曾说愿为川普挡子弹的他 周一站上刑事审判证人席 详述他过去如何为川普喬事 包括威胁敌人扫除问题和埋葬令川普难堪的消息 在法庭上面对前老板 柯恩诉说他担任川普律师的这十年 川普则闭上眼睛坐在位子上 对柯恩的证词几乎毫无反应 柯恩说他很享受为川普工作 当他受到川普称赞 让他觉得在世界之巅 柯恩称在2016年大选前夕 八卦杂志国家询问报前发行人告诉他 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 想兜售他与川普外遇的绯闻 他告知川普认为这对川普选情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柯恩作证表示川普指示他 阻止丹尼尔斯在选前放出消息 称川普说如果他赢了就没关系 因为他是总统 如果输了那更不用在乎 柯恩更指证川普告诉他 这不是为了他太太梅兰尼亚 一切都是选举口粮 柯恩与丹尼尔斯律师达成13万美元 将当台币420万的协议压下报道 选举几个星期前 柯恩得先代付这笔钱 但去银行前他两次致电川普 确保川普批准他这么做 柯恩因税务诈欺 违反竞选财务法等罪信 入狱和居家监禁三年 柯恩强调川普什么细节都管 他在川普集团任职期间 只听命于川普 检方也问柯恩 另一起川普否认 与前花花公子女郎 麦道高的婚外情 柯恩2016年曾录下 他与川普讨论 如何支付国家询问报老板 带店买下消息的15万美元 过去自诩为川普比特犬的柯恩 到底为什么与川普渐行渐远 柯恩最初也真的如他所说 为了保护川普义无反顾 什么都做 包括威胁任何 可能危害他老板的人 但在纽约州监狱坐牢期间 让他从云端跌落谷底 2020年在川普输掉大选前 他特赦了一票被判刑的友人 但不包括柯恩 两人从此正式决裂 也让检察官找上柯恩 川普对所有指控一概否认 他的律师团最快周二 对柯恩进行交叉询问 预料将大大攻击被取消 律师资格入狱的柯恩的可信度 TV生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